他就举了用现实生活 如大海水就像这一片的大海 海水本来是不动的 所谓的风平浪静 但是因风波动 当有风来的时候有妙 看风势的大小台风 它就波浪滔天 微风就是什么水波荡漾 所以以那个大海水 比如你我的真如性 真如本来不动 不被境界所牵 那这个风就代表什么 代表无名 因为有境界风的吹动 让我们乍现那种妄像 在本来无的当中有没有 出现了那个妄像 虚妄之像 而这个水的波动的像 跟风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水像风像不相舍离 水本来不动 水会动 因为有风在吹 风本来无形 怎么样知道风在动呢 是因为有风在动 水起波浪 借着水动知道风的存在 所以才讲风像水像 不相舍离 所以以这个什么 以我们的真如 风像代表无名 水代表真如 无名也是依真而起的 如果没有真如 无名也没有立足之地 所以真望是相依 才讲生灭 不生灭 和和 和和就是融合在一起 混合不叫做融合 融合是水舞交融 就混合在一起 那个叫做阿赖耶 看似两个人 好像混在一起 但是只要透过后天的修行 他还是可以敬畏分明 把染污的无名去化掉 只流向那一池的春水 那池的净水 这是用佛陀用现象界 我们常看到的一个情况 帮助我们去了解 无名跟真如之间的关系 水非动性 水本来不会动 表示真如本来不会变的 所谓的变就是因着境界而有所不同 不会 他说风止灭 动向则灭 如果风不再吹 叫做风止灭 那动向则灭 水就不再起波动 那水动跟不动 失性是代表水的特质 请问你 动也是这一池水 不动还是这一池水 有变化吗 没有 无名风去了 见到水的原貌 不动 无名风在起伏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 无名所起的 那个虚妄之相的作用 染用 那个真如 他被引在后面 这真如在不在 还是在呀 只是你被虚妄相给牵引 你看不到真如的 那种平淡平实的一个样貌 所以失性不坏 就代表我们的真如自性 从来不因着境界风的变化 而有任何的一个真跟简 都没有 如是众生自性清静心 因无名风动 又在强调 心为什么会动 无名 所以我们贪爱什么东西 我们舍不掉什么东西 而跟这一个有关的境界 就往往会让我们特别去动心 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 有几个人会刻意注意 哎呀 我的关节要怎么保养 我的腰要怎么保养 抱东西几公斤要小心 年轻大概没有几个人 注意到这些啦 为什么 身强力壮嘛 抱个五十公斤 走路也没法 乘几何时 你为什么会去注意 哎呀 这个东西 过度的负重 会压迫我们的关节 所以不要让自己太胖哦 所以我们蹲下去的时候 要先做什么动作哦 什么时候你开始注意这个变化 年纪大了 有力不重新了 身体出状况了 所以本来是没有这些事情的啊 老化伴随了我们 老化带给我们对于 跟这方面有关的资讯 我们会去注意啊 我们的真心里面 本来不受外境的影响 可是外面的无名风 如果越重 我们贪爱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就特别吸引 我们的注意力 所以看不过名利的 就做牛做马 看不过情爱的 就做俭制服 春蚕吐司嘛 做俭制服 那都看得破的呢 天蚕在变 脱壳而出 所以我们爱什么东西 我们就会在意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看烹饪节目 应该不会有人特别去注意 哎呀牛肉怎么煮啊 这个什么怎么煮 因为跟我们不相干 顶多看一下 他的婚姓是这样在做的 那么我素质怎么去调整 跟此无关的 我们就不看 也不会想在自己身上琢磨太多 所以在意什么东西 那个境界就会常常出现 扰动我们的心 所以才说 静缘无好丑 好丑其心 我们一直想要 离开这个静 离开这个静 心如果不干净 没有静化 静永远如影随形 跟随着我们 所以心与无名 具无形象 就本位而言 在后面后续有讲 真如有没有形象 没有形象 那无名也没有形象 你看到无名了吗 风啊 风代表无名 风在吹 你怎么知道风在吹 哎呀我的衣衫在飘动 我的长发在飘扬 我知道风在动了 不透过我们身体旁边一些变化 察觉到风的存在吗 风自己本身也没有形象 无名也没有形象 所以住自未实 虽无形象 两个都没有 真如没有形象 无名也没有形象 但是真望和和 成为阿赖爷的时候 共献染相 染相是无名所起的 但是如果没有真如呢 他也没有办法献染相 我找到你了 我来找你了 我来找你了 我来找你了